相比你的伤势 这油的 不及 但劲 我给你 是 在 是 你 梅艇 你 rique 不 你 什么 我 她 你 你 把 背面 有 小 我 有 很多 我 他来了 陆南英出来了 谢谢各位的关心和关注 现在我和我未婚夫 顾萧承的伤势恢复良好 虽然经历了很可怕的事情 为了能让爱我们 关心我们的人能放心 我们会尽快振作起来 早日康复 陆小姐 关于这次绑架 我听闻您的未婚夫 一度陷入 昏迷没有脉搏的险境 关于这点 你能解释一下吗 如果大家看到 当时的现场照片 就可以看出我的裙子破了 是的 我故意损坏了裙子 团成乒乓球大小 塞在他的腋下 就可以伪造出 他暂时没有脉搏的假象 从而骗过绑匪 进行反击 这位记者 我已经解释了 关于我未婚夫出现的状况 具体情况 你可以询问警方 以及相关的医护人员 进行询问 现在还有什么疑问吗 没 没有了 真聪明 立刻就被转移话题了 豪门贵妇 制斗绑匪 这个话题 恐怕会带来不少流量吧 都让一让 都让一让 没看到叶姐到了吗 他果然来了 陆南依 小诚哥哥会被绑架 都是因为你吧 现在出来装可怜 你到底要不要脸 叶小姐 这里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我怎么不该来 小诚哥哥遭到绑架 我怎么能像你一样 没有良心 叶维兰 看到那边的记者了吗 这里是顾家的医院 请来的记者 也是由顾家爷爷认证 才放起来的 目的就是为了 在这次重大案件中 保护顾家的形象 你别乱说 我才是小诚哥 最爱的女人 我是为了关心她 你关不关心我不管 但是你的到来 将发布会的主旨 从保护顾家形象 扭曲成了顾小诚 和你的私人情感 本质上诋毁了顾家的声誉 你现在就是在顾家的地盘 和名誉上起舞 如此不知检点的行为 你觉得顾家 不会顾及介怀 明天的报纸媒体上 只要出现一条 你在这里闹事的新闻 根本不用我出手 顾家自然会来收拾你 不会的 小诚哥会保护我的 他会封住 所有不利的新闻 你敢保证 在场的所有记者中 没有有利可图之人 陆南英 你又在欺负薇蓝 小诚哥 我最讨厌你装枪做事 还要欺负弱者的模样 真让人恶心 陆南英 你身上的伤 也是化妆化的吧 这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